啊 这块手串很漂亮啊 也色料的手串 这个不老的这个五千万金金啊 呃 色的话 属于中间色啊 不算说特别浓郁啊 这个五千万属实是有点的 老贝他了 没要备的 没要备他 赚个两千万 这个有点高 料子粒是有啊 所以价格也便宜了 明面上已经看到这里有两条粒了 三条粒 那这种料子的话 就在那里去看 切一下啊 看能不能切柱子啊 或者是啊 横着切 竖着切这样子 看会不会能取一些大件的东西出来 啊 粒多 这个就是薄粒了啊 伯伴也是要一百万以上啊 人民币的话在三千五以上 总是也是可以啊 可以了 律师班帮一下嘛 老板 啊 一百一百 啊 料子还可以啊 这个料子 就是没什么太明显的特色 饭一点难地啊 哇 食油打卓子啊 食油打卓子啊,室面打卓子啊! 一端很细啊 一端很细 很清澈 现在拉回去直接就改两单刀了 直接就改几刀 出不了大牌子 出不了大牌 两万小费 这个料子如果一百万能封成功 那估计是个大漏来的 因为虽然说裂多了一点 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的这个料子的厚度够 我们如果说顺着那个裂切的话 实际上还是能切出一些大一点的挂件出来的 底装这么清澈 总水又老 那才三千五百块 对吧 如果说打一串珠子出来的话 像这种珠子的话 在市面上也得要个六七千以上 才有机会买得到的 好吧 希望我能够封成功 如果成功了 我明天就去把它切了 再给大家出一个切割之后的视频 看看老刘这一次 能够赚多少钱 这两个料子漂亮 冰冰偷豆腐 这个金金多少 这个金金 金金 给过五百 给过五百万了 是吧 五百以下不行 这个料子很漂亮 这个 摩西沙 漂亮花的料子 厚妆宝马 可以做物道 做观音都可以做 这个可以做一个小糊 刚好可以做一套 刚好可以做一套 这个切得薄一点点 然后它更冰透一些 很漂亮